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融资决策的概述 我们首先来熟悉一下基本概念 什么叫融资决策 也就是我们在进行融资的时候 你这个资金是从哪取得呢 讲它的来源通道 这叫融资取道 那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取得资金呢 你是发现股票吗 发现债券啊 还是银行贷款呢 讲的是融资的方式问题 那我们在融资的时候 这个融资规模多大呀 也就是讲的是融资的数量的安排 再有你这个资金我在什么时候筹错呀 讲它的融资的时机的问题 再有我们在融资的时候 我们的债务资金占多大比例呀 股权资金占多大比例呀 讲的是一个资本结构的一个优化问题 我们说对这些内容进行个决策 讲的就是融资决策嘛 那你融资决策 你要满足你投资的要求 我们说巧妇难为五米之吹是吧 说这个项目啊 我们需要投资两个亿 你得去融资去呀 那接下来那这两个亿 你怎么去配置它呀 在流动资产投多少啊 在固定资产投多少啊 不同的部门 我们这种财务资源如何进行分配呀 讲的是财务资源配置问题 当然了 我们在整个资金运用的时候 要能够控制财务风险 要把这种风险可控 是不是 你别对我说我们资金筹缩来了 投到了项目上之后怎么样 发现将来我们回报 这个没有预想这么好 那个债务资金到时我还不了 那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说这个融资决策在这里面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东西呢 那就说你这个融资的决策权限和程序 我们讲的日常融资问题 重大的融资事项问题 它的决策的权限是不一样的 程序也不同 再有呢 我到底需要融资多少啊 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融资数量的一个测算问题 你要进行规划 进行预测 还有呢 就是这个资本结构 怎么去安排 我们资本结构优化选择 用什么样的一种量化分析方法呢 还有什么呢 你不同的这种融资方式 风险高低不一样 不是 所以说这个融资风险 你如何进行管控呢 这就是我们在融资决策里面 需要重点关注的这么几个点 那好 下面我们就分明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熟悉一下 什么叫融资渠道 什么叫融资的方式 我们说融资渠道 讲的就是 你筹集资金的时候 它的来源的通道 从哪取得资金呢 你是国有企业的话 这里面会涉及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注入问题 当然 你也可以从银行取得资金 那叫银行的信赖资金 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比如保险公司 比如说融资综页公司 我们说这块也是可以给你提供资金支持的 那叫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 提供资金 同样的我们说 你作为一个自然人 作为个人 你手头有闲逆资金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购买公司的股票 购买公司债券 从这块来把资金注入企业 那就说是属于什么 个人的闲逆资金 当然 作为你企业自身的利润的留存 你也可以使用 当然那些境外投资者 那个资金 你也可以拿来使用 那叫什么 叫境外资金 这是关于从他的资金的来源通道来讲的话 那就说他们提供资金 是谁给提供的呢 这叫来源的通道 融资取道 接下来就是融资方式 讲的什么呢 是融资具体形式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抽取资金的时候 说我们是需要资金 是不是啊 那我需要资金的话 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筹刷呢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类型 一个是直接融资形式 一个是间接融资形式 那直接融资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中介机构啊 我资金的需求方和资金供应方 怎么样是直接见面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发现债券 发现股票来抽取资金 那你买了我的债券 你买了我的股票 资金就直接注入我的企业了 这叫直接融资问题 那么间接融资呢 建议融资的话就意味着 是有中介机构的呀 你比如说 我们的企业取得的银行贷款 那我们的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 你作为这个储户 你把这钱先存入银行 然后我再从银行取得贷款 那就意味着这个储户 和我这企业没有直接见面 中间是有个平台 是中介机构那个银行 所以这个银行贷款属于什么 这个间接的融资问题 当然还包括什么 融资租赁也是一样 把这样的呢 一个基本的知识呢 把它了解了解 熟悉熟悉是吧 这个应该我们各位 都从中级快适之争考试过来的 这些东西应该不陌生 是吧 如果陌生就意味着 你都还回去了 你都还回去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融资决策的评判 那你这个融资 是否科学 是否合理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 做个评价 首先 你这个融资 必须要能够支撑你的战略 你比如说我是实行的成长性战略 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进去的 那么你这个资金怎么样 能否满足战略要求 资金能否急需抽筒到位 再有 能否满足你投资增长的要求 我们现在怎么样 在大规模的 在扩张的投资 我得需要资金 需要两个亿 需要三个亿 那你融资 能否满足我这个投资要求呢 如果说你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 把这些资金抽策到位 就可能影响到我们投资领域的实施 进行怎么样 会影响到你站这部分实现 这是第一个 平凡的维度 第二个方面呢 说我们在进行融资的时候 满足我那种投资的要求 满足投资规划里面资金需要量 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我们说不可以 说你按照这种投资要求 把资金筹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到你企业运营的安全性 同时还要保证 你这个价值增值的可持续性 要按照这些东西把它考虑全面 然后怎么样 去进行融资的安排 我需要出去多少资金呢 然后呢 债务资金和股权资金这个比例 到底应该安排多少比较适合呀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说你把这个风险的可控性 没考虑好 说这个企业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没考虑好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这个融资就可能会造成风险的失控 因此呢 我们在融资的时候怎么样 你要事先确定好一个 风险的可容忍的一个水平多少 超过这个水平了 那就意味着风险太高了 那是不可以的 这是我们进行融资角色评判的时候 它的第二个维度 必须保证风险可控 第三个方面 不同的融资方式 资本成本的高低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融资角色安排的时候 这个融资方式的选择呀 融资时机的选择呀 以及一个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比例的安排 等等等等要充分加以分析 以考虑 以保证我们的融资的总成本达到最低 你融资总成本达到最低 我们说才能够提升你企业价值吧 说为什么融资成本低了 你企业价值会增加呢 我们说你企业价值 说白了就是企业未来所形成的 现金的净流量的一个折限值嘛 那个折限率就是这个资本成本 所以你资本成本低了 那就说明折限率低了 所以说你未来现金 尽量折成限值就会大了 那就会提升企业价值了 因此我们说你融资成本的降低 这是我们在融资决策评判的时候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指标 好 这是关于这个融资决的评判 这么三个维度 没有考过的 我们各位考生要引起注意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融资决策的权限和决策规则 那我们说在进行融资决策的时候 首先你得区分出来 你是属于日常的融资事项决策 还是属于重大的融资事项决策 那讲的是重大融资事项决策 那你得知道了 那个重要性程度怎么来确定的 得搞清楚了 是吧 那我们这里面讲的重要性程度 我们说一个方面 从融资规模来讲的话 大额融资应该属于 重大的融资事项决策 那么从融资属性来讲的话 那我们说了 你这个权益融资 讲的是发行股票啊 或者是发行债券呢 我们这些融资的方式 都会涉及到这种控制权的 配置的问题 那就意味着 融资属性会反而变化 所以怎么样 就把它也纳入重大的融资事项 那我们说从这个融资规模来讲的话 说大额融资 自然而然的也要把它放到 重大的融资事项决策里面 有特定的审批 是不是 那我们说呢 对于这种重大的融资决策事项 一定决策分析的时候怎么样 它有相关的依据的 有这个治理规则呀 决策程序安排呀 内控等等 一定要符合这些规定的程序安排 有的时候怎么样 可能还有这个融资管理制度 单独去做出来 规定 做出安排 然后怎么样 你这种融资决策才能去实施 因为它影响比较深远嘛 所以说管控起来的时候 就会比较严格一些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企业融资与投资者的关系管理 这里面提到这种投资者的关系管理 说白了 就是你这个企业的一种财务营销管理问题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讲的话 你如何能够让这些现有投资者或潜在投资者 对你有充分的认识呢 所以说怎么样 你这个上市公司要和投资者之间怎么样 要做好这种信息的沟通和互信 是吧 让这些投资者怎么样 对你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我们说这样的一种管理行为就是投资者的关系管理 那你这样做目的是啥呀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信息是多么的公开 多么透明啊 对不对 你投资者对我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将来我融资的时候呢 我融资渠道就可以多一些了 我的融资规模就可以扩大了 然后我们融资的时候怎么样 那个成本就会比较低一些嘛 因为你看看我把该披露信息全披露出来了 你对我是充分的认识了 对吧 我们也相互信任了 所以说你要求的收益率就会没这么高 是不是 那你要求的收益率没这么高了 就意味着我在使用 你给我提供资金的时候怎么样 那个代价不就小了吗 那对我来讲不就相当于是降低了融资成本吗 这是他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这个证券交易机构呢 他这块发布了这个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一个指引 那就是说你这上市公司这个投资者关系管理谁去负责呀 你为了能够让这个投资者对你有充分的了解的话 你自愿性的信息披露都包括哪些呀 这块你信息披露越充分的话 那就意味着投资者对你的了解会越深入是不是 那再有就是说你为了能够让投资者对你有深入了解的话 你采取哪些活动啊 让他们去了解你去呀 你这些活动的安排应该更科学更合理一些是不是 然后让他对你企业有透彻的了解才可以嘛 所以说做出这个相关的一些管理意见 那就说你这个上市公司在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个参考嘛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融资规划与企业增长管理 这个指点呢是我们这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最近这么几年呢一直都没考 今年的我们要小心点啊 而且呢这里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会涉及到一个量化分析的问题 好 那我们首先呢来数一下什么是融资规划呀 这个融资规划当然呢 你要遵循融资战略的这种要求 是不是啊 我们这种融资规划到底抽一多少资金 那要 根据你的投资战略的这种安排来去抽索资金 是不是啊 你需要两个亿啊 没问题 我给你抽索两个亿 你需要五个亿 没问题 我给你抽索五个亿去 是不是啊 再有呢就是你在融资规划安排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这个风险的可控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为了满足将来的这种投资要求 满足销售增长的这种需要 我外部融资数量 那看一看 我到底是采用负债融资呢 还是采用股权融资呢 你比如说这个董事会给你限定好了啊 说这个资产负债率不能够超过75% 这是给你限定的红线 如果说你为了满足将来的这种收入增长要求的话 我那个外部融资数量全部靠负债来解决的话 比如说你这个资产负债率 可能就倒过80%甚至更高了 那很显然不可以 那就全部用负债是不行的 那就说拿出一部分来 可能还会怎么样 用发行股票来抽策资金 这就是你的产物风险控制问题 还有呢 就是你这个融资规划安排的时候 还要结合你的这种可持续增长的目标 是不是啊 你得跟他想匹配啊 如果资金不足了要去抽策 如果资金多余的话 怎么样 我们要该使用去使用 在其他地方我去可以去投资去 就是可以的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融资规划安排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这个内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了 这个融资规划呢 具体细分的话呢 我们说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呢叫长期融资规划 一类呢叫短期融资规划 长期融资规划通常来讲的话怎么样 这是我们三到五年讲的是中长期的融资规划问题 那就是我到底需要多少资金呢 那我们需要的资金数量的话 那当然怎么样 要看一看你的战略的要求 是不是啊 你未来销售收入增长20%还是增长30%啊 有什么要求啊 在哪些领域要进行投资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未来投资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资金 我到底是用这个债务资金筹做 还是用这个股票发行来筹筹资金呢 讲的什么 讲的就是你财务资金可得性 哪种更容易获得的资金 是不是啊 还有呢 当然还要考虑风险问题了 那这些综合性考量之后 好了我们来安排这个资金啊 总额有了 当然后边还包括你这个 在什么时候抽策资金呢 讲的是融资时期是不是啊 你融资时期如果选对的话 那你融资成本也会比较低嘛 下面就是关于融资方式的选择啊 你是债务融资啊 还是股权融资问题是吧 这个短期融资规划呢 这里面我们通常情况下什么 就是一年或两年了是不是啊 看一看我们为了满足 这种投资要求的话 我需要筹缩多少外部的资金的数量 然后呢 这个外部资金数量 我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筹缩 这就是短期的融资规划问题 一般来讲的话呢 在我们这块算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是什么呀 我就算一下明年的 它的这种外部融资需要量 很显然这属于什么 属于短期的融资规划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的话 我们讲的融资规划 讲的怎么样 都是短期的一个融资规划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的销售收入 告诉你了为8000万 这个明年销售收入准备要增加20% 那就说你对明年的这种融资规划 做出安排来 我需要多少外部融资数量 那很显然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短期的融资规划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企业融资规划的基本假设 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进行这个短期融资规划的时候啊 说我们明年到底需要多少外部的资金需要数量呢 那我们要做出个假设来 那就说你明年的时候啊 这个市场变化的各种可能性 我都考虑到了啊 这叫市场预测的合理假定 说我们明年的时候销售收入就要增加20% 一个出来了是吧 那接下来怎么样 他说这个明年的时候 这个盈利模式稳定 盈利模式稳定 通常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假设什么 假设你的这个销售净利率不变啊 如果说销售净利率不变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你销售收入不是增加了20%吗 那你明年的净利润也会增加20%啊 就是说两者是同幅度的增加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什么 叫盈利的模式是稳定的 另外呢 这个资产周转率不变啊 资产周转率怎么算呢 资产周转率不就像那种收入除以 这个平均的资产数吗 那么既然你这个资产周转率不变 那就意味着你的收入和资产 应该是同比例变化了 比如说你这个收入增加20%了啊 那你资产周转率不变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资产也会增加20%啊 这是同幅度变化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讲的这个盈利模式稳定啊 或者资产周转率不变呢 其实我们再把它一扩展现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企业里面怎么样 什么资产啊 负债啊 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素 和收入怎么样 这个保持稳定的一个百分比关系 那就意味着 比如说明年的时候啊 你那个收入和资产是同比例变化的 负债呢 比如说和收入呢 也是同比例变化的 这叫经营稳定的假设 那接下来 我们在融资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是先内部融资 那就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我们为了满足将来 销售收入增长20%的要求 我资金怎么样 先把明年的内部的利润 留存的资金我可以拿来使用 如果说内部的利润留存不够了 我们怎么样 从外部筹注的时候 首先选择这个债务融资 如果说债务融资达到了这个 比如说董事会给你设定的红线水平了 如果还不够你资金怎么办 最后怎么样 发行股票进行全益融资 那么从他的整体的这个融资的 这个顺序安排来讲的话 就是先内部后外部 外部的时候首选债务 其次是全益融资 这就是我们在资本结构理论所讲的什么呢 我们叫做优续的融资理论 这就是我们在融资规划的时候 这个基本的假条件 把它熟悉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融资规划的一个基本模型 就是我们在进行某一个企业 它外部融资数量多少 在进行测定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销售收入告诉你为5000万 比如说你明年的时候 这个销售收入准备要增加20%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 你明年的这个销售收入的增加额是不是出来了 需要增加多少呢 我们说要增加这1000万是吧 然后呢 你还需要测算什么呢 就是你明年的时候 你这个投资净增加额是多少啊 这个投资净增加额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那就是说 由于你明年的时候 你收入会增长了 那么对应的你相应的资产呢 也会增加呀 你比如说呢 现在告诉我们了 这个资产占收入比呢 比如说是45% 那么也就意味着 随收入变化变化的资产 占这个收入的比例这么多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些资产呢 将来是和收入同比的增长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了 由于收入增加了20% 就意味着增加1000万 那你说这时候资产会增加多少呢 我们资产就会增加 这是1000乘上45% 那就是增加450 那同样道理的话呢 我们说你随着收入我们增长之后 那么那些经营性的负债呢 也会增加呀 你比如说在这里面 这个经营性负债 占收入比 比如说呢 这是25%吧 经营负债占收入比25% 也就是说这些负债怎么样 它是和收入同比的增长的 那既然你收入增长20%了 这些经营性负债 也会按照20%的增加了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看 你到底需要增加多少这些负债呢 那应该怎么样 应该用25%乘上1000 是不是 这就是你增加的负债数吗 负债是可以解决资金的呀 那就意味着 你这块资产是增加了 是450对不对 但是我负债这块呢 是可以解决了资金的 解决了这个吗 解决了250资金吗 那这时候我们说了 由于你收入增加20%的话 那你说我到底需要再增加 多少这种投资额呢 那就意味着是两者差吗 450减去这250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这块需要有200的净增加额 那这200净增加额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这个资金缺口是缺这么多的 是不是 然后紧接下来 那我们明年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鼓励的支付呢 往后有多少是内部的 这个利润的留存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注意一下了 你明年的净利润 不就是两个去向吗 其中一块呢 是你的鼓励支付走了 另外一块呢 就是你的这个留存下来的吗 留存下来的 我们说怎么样 我们是可以解决你资金不足问题的 是不是 那么既然你明年的销售收入增长20% 那我们看一看 那你明年的收入多少呢 那你明年的收入是不是应该是5000乘上 你加上20% 那就意味着你明年的收入应该是有6000万是吧 那你明年的收入如果是6000万的话 假如说呢 我们这里告诉了什么 比如说这个销售的净利率 那销售净利率多少呢 比如说销售净利率 告诉你了 比如说10% 那这时候你注意一下 那你说你明年的净利润多少呢 那你明年的净利润呢 就意味着应该是6000万乘上10% 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明年的净利润应该是有600万了 那么净利润600万里面 我们再看一看 比如说 我这块怎么样 其中有一部分 要当做鼓励怎么样 要当做鼓励来分走的 另外一部分怎么样 另外一部分我们要把它留存下来了 那比如说怎么样 我分配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要进行鼓励分配的 比如说我分配了80% 那我分配80%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意味着 这应该是6000万 应该是480万了 那就说你480万我分走了 你留多少呢 你只留下了120万吧 那就意味着 我这块应该有120万留下来的 然后分走的这块480万 这都分清了吧 好 那现在呢我们说了 那你这个明年的时候 你到底需要有多少外部融资数量呢 那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模型写出来了 那这个模型写出来了的话呢 我们看一看了 他说你满足未来销售增长20%的话 你需要增加多少投资呢 我们说你增加投资是200是不是 200万 那这200万是怎么出来的呢 应该是你销售的增加额是1000万是不是 然后乘上资产占收入比是45%了 然后呢我们说你负债占销售比是25%对不对 然后你销售增加额多少呢 是1000吗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什么 我们算出结果来 那不就是这200万的一个新增的一个投资额吗 内部融资厂的内部融资 我们算出来这是120是不是 OK了吧 这能对应起来了吗 那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那你这个内部融资数量怎么出来的呢 应该是预计销售额多少 预计销售额的话 这块应该是5000万乘上一个1加上20% 这不就是你的预计销售额吗 就是上那名的销售额吧 销售净利润的我们刚才设定的话 设定为10%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我这块怎么样 算出不就是你600万的净利润吗 600万净利润里面我们是有多少分股利了呢 股利支付率是80%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1减去80%的现金股利支付比率 那相当于是留20%吗 那20%乘上10%乘上6000万 不正好是我们这块的留存120万吗 那这都帅了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 你的外部融资数量应该是200万减120万是吧 多少呢 这块应该是80万吗 这就是你的外部融资数量就OK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安排是吧 大概呢要熟悉熟悉的基本思路 我们说像这样的题 目前还一次没考过呢 这个基本模型呢 我们要会用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个地方啊 需要给我们各位考生啊 做个交代 我们前面呢 讲了这个融资规划的基本模型 用于这个外部融资需要量的测算 其实这个方法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你可以把它叫做销售百分之法呀 或者叫做公事法 这两种方法呢 这个进行外部融资需要量测算的时候 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计算结果呢 也完全相同 只有我们高快考试这本教材 才有这么两个教法 如果说把那个融资规划基本模型 也成为一种教法的话 你看 我们就这个外部融资需要量测算 有三个称谓是吧 融资规划基本模型 销售百分之法 公事法 那如果说将来考试考我们的时候 说测算一下这个外部融资的数量 你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都可以 只要是把那个最终结果算出来就行了 你说你用那个基本模型套进来 或者说用我们这个销售百分之法的一个思路 或者说这个公事法思路都完全可以 因为他们整个的过程是一样的 只是劣势的时候劣势的方式不同而已 这个并不影响我们最终的纳分 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基本的原理 给我们各位考生解释一下 那我们说进行外部融资需要量测算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边那个融资规划 基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他说这个资产周转率不变是吧 资产周转率其实就是收入出于资产了 那你收入出于资产如果不变的话 那反过来这个资产出于收入也是不变的呗 是不是 那资产占收入比如果不变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资产的这个增长率 和收入的增长率跟相同吧 那这个资产增长率怎么算呢 那应该是用这个资产的这个增加额 出于机器资产是吧 不就可以算出这个资产增长率吗 收入增长率呢 当然就是用你的收入的增加额 出于这个机器收入是吧 既然是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也就意味着你资产和收入是同比例增长的嘛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计算这个资产增加额 那不就相当于把上面这式的资产 移到等号右边来嘛 那么移到等号右边来的话 那不就相当于是用收入的增加额 然后再乘以资产占收入比嘛 那资产占收入比我们说不变 那就是A是吧 那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容易算出来 那个资产的增加额呢 那就说我们这里面呢 那这S0代表的是你的机器的销售收入 然后乘上这个销售增长率 不就可以算出你预计的销售收入增加额嘛 那用预计销售收入增加额有的时候 乘上这个不变的资产占收入比 不就可以算出你预计的资产增加额了 好 同样道理的话呢 我们说你这个负债占收入比如果也不变的话 那就说明什么 负债和这个收入应该是同比例增长的嘛 那就说 你负债的增长率应该是和收入增长率相同 是不是 那同样道理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算出你的负债的增加额呢 那就说 用这个收入增加额怎么样 乘上一个不变的负债占收入比 不就OK了吗 那好了 我们说你资产的增加额有了 负债的增加额有了 我们说你用资产增加额减去负债增加额 得出结果来不就是你预计的这个需要增加的净投资额嘛 也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资金的总缺口呗 那这个资金总缺口呗了之后 那我到底需要外部融资算多少呢 那你得把这个内部解决的资金要减掉 是不是 就是我们讲的内部的利润留存嘛 那么内部的利润留存怎么算出来的呢 它应该是用你的机器收入乘上额加增长率 不就会算出你预计的销售收入嘛 预计销售收入有了之后 乘上这个销售净利率 得出结果来不就是你的预计的净利润嘛 那预计净利润有了 乘上这块的依减去股利的支付率 算出结果来不就是你利润的留存问题嘛 那好了 我们资产增加额减去负债增加额 算出那个净投资增加额 讲的是资金总缺口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内部的利润留存减掉 得出结果来不就是你外部融资数量嘛 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将来考试考我们的时候怎么样 你把相关的变量带进去 直接计算出外部融资数量就OK了呗 你说把它叫做融资规划基本模型没问题 叫公式法没问题 你说这就是消失版本法也可以 都完全一回事 没必要被得那么多名字对应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比如说告诉了你这个明年的销售增长率了 是不是我就可以计算出你明年的销售增长额呢 竟然呢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你这个融资的缺口呢 融资缺口的话说白了就是那个净增加的那种投资额嘛 就是你资产增加额减去负债增加额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算出你的一个外部融资数量了吧 那么那个外部融资数量我们在筹策的时候 比如说我用负债来筹集啊 那你用负债来筹集的话 那你看看你这个资产负债率的水平能否满足这个董事会的要求呢 把这个关系要搞清楚是不是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说我们这个明年这个销售增长率告诉我们了 说这销售增长要增长20% 那么销售增长20%的话 这个就可以看什么 这是你企业未来在这个做大做强的一种主要的标志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你资产周转率如果不变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资产的这个增长率应该是和收入增长率相同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你这个资产增长怎么样 应该也是增长20% 这个能理解吧 增长率相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分子分母增长率一样 那就意味着你表示资产周转是不变的 就是你资产和收入同比的增长 那么再有呢 比如说告诉你了 说产品结构啊或者盈利的模式 我们说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那没有太大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销售净率率不变吧 那销售净率率不变的话 销售净率怎么算出来呢 它是用净利润出于收入啊 既然是销售净率率不变 就意味着你分子分母的变化百分比应该也相同的嘛 今儿呢我们就可以算算啊 你的净利润的这个增长率应该也是20%对吧 都和收入增长相同吧 那这时候呢我们说了 那你这个资产增长率啊净利润增长率啊 都和收入增长相同 那你那个外部融资的数量是不是也是以收入相同的增长的呢 我们说这就未必了 那为什么说你那个外部融资数量 它和收入增长率不是同步的呢 因为我们这个明年的时候 我们说你销售收入增长了 那销售收入增长的话就意味着 它会带来内部融资增加呀 那就意味着你的利润留存会增加 那你这利润留存会解决明年的一部分资金 是不是 那么再有 那么在这企业里面 那么你的负债未必都是和你的收入同比例变化的 那么在这题里面可能告诉我们了 说负债是独立决策事项 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 那在这时候怎么样 既然告诉你这负债是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 那就意味着你未来那个资金的总缺口 那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只有那个资产的增加额那部分 那就是你资金总缺口了 那就说你负债并没有随收入变化而变化 那就意味着负债这块没有给你解决资金 由于这样的原因怎么样 就导致了我们销售收入增长率和你外部融资需求上增长率 那就未必是同步的 好 把这些地方搞清楚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个案例 A公司是一家汽车配件的生产商 公司2018年末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现在我们给了一些金额 这个资产这边 我们说现金融融账款存货 这属于流动资产了 然后下边还有非流动资产 总计这块是29亿 负债和所有权益这边 我们说有应付账款 这叫经营性的负债 有长期借款 然后还有这个缩车权益 这块也是29个亿 接下来 公司的营销部门预测 随着中国汽车行业的未来增长 2019年的公司的营业收入 将在2018年21亿元的基础上增长30% 你是不是就可以算出2019年收入增加额了呢 接下来 操部认为2019年公司销售净利率能够保持在10%的水平 这就是预计的销售净利率 公司呢 营业收入规模增长 不会要求新增非流动资产投资 但是呢 流动资产应付账款 他说将随着营业收入增长而增长 那就意味着非流动资产投资 这个保持不变 然后流动资产和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就是我们刚刚说经营性的流动负债吗 它会随收入增长而增长的 那就意味着流动资产应付账款和收入同比流动长 也是增长30%是吧 公司呢 计划2019年 外部筹资额全部通过长期借款来解决 那就是外部融资的解决方式 告诉你吧 接下来 公司经理层呢 将上述2019年度的有关的经营计划 财务预算和筹资规划 提交了董事会审议 根据董事会的要求呢 为了树立广大股东对公司信心 公司呢 应当向股东提供持续的投资汇报 每年的现金股率支付率呢 他说应当维持在当年净利率的80%水平 那就说股率支付率是80% 为了控制操作风险呢 公司拟定的资产负债率的红线为70% 那就说 你这个资产负债率不能够超过70% 假如说不考虑其他因素了 我们看第一个要求 根据资料呢 计算A公司2019年流动资产的增量 和外部的筹资额 那我们说你流动资产呢 它是随收入同比例增长的 那这里面流动资产呢 我们说就包括现金了 应用账款了 还有这个存货三项有了 那就说在18年的这个基础上 乘上30%消耗收入增长率 因为它是和收入同比增长嘛 那就意味着19年的时候 流动资产会增加4.8个亿 那流动负债呢 流动负债的话讲的就是应付账款了 是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它也是和收入同比的增长 那就说这块会增加2.4个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再看一看 你要想计算这个外部融资数量的话 你还得看一看 你这个19年的时候 内部解决资金有多少 也就是说利润留存嘛 那应该是在18年收入基础上 乘上1加30% 算出19年的收入 然后怎么样 乘上这个19年的销售净利率 算出净利润 然后乘上一减股率支付率 算出利润的留存 好了 那我们说你这个资产的增量有了 这个负债增量有了 这两个相减就表示你19年的时候 净投资和增加数嘛 也就是我们讲那个资金的总缺口 是不是 然后怎么样 减去内部解决的资金 讲的是利润留存 那个差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外部的融资数量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就是说每一步骤 在测算的时候 把它写清楚 别列你综合式子 你列个综合式子的话 最后错了课就全完蛋了 这个分开写的话 我们还能够分着得点分 是不是 接下来看第二个要求 结合一问的结果 判断外部筹资额 全部通过长期借款来筹集的 这个融资战略规划 是否可行 然后说明理由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果说这个外部的筹资额 全部都通过长期借款来满足的话 那我们就算一下 你的新的一个资产负债率水平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应付账款 我们说 它在19年的时候会增加30% 对不对 所以收入同步减增长 这是新的一个用户账款 然后呢 这个12个亿属于长期借款 那就说18年的时候 然后挪到了19年 接下来的19年 我们说那个外部融资数量1.88 全部由长期借款来满足 OK 讲上来 分子这表示总负债了 分母那块呢 应该是原有的资产总额 然后怎么样 再加上一个新增的资产吗 我们有太多的考证 这时候怎么样 把这4.8给忘了 那就又错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用总负债除于总资产 算是结果来是71.83%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这个资产负债率 这个水平怎么样 这个超过了董事会设定的红线 设定红线是70% 换句话说 你这个用借款 去满足的话 我们说是不可行的 你看 有结论 有这个依据 答题的时候怎么样 应该说还是层次性要很清楚 层次性清楚的话 给乐卷老师一种愉悦感 你别有答题的时候 让人家去挑起 是吧 他心情不好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你得分了 是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让他心情好一点 你让他心情好一点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 答题的逻辑顺序 一定要清晰明亮 好 接下来看下个案例 B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 资产负债表的减表 以及相关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各个项目占销售的百分比 是吧 这时候你注意一下 像现金的应用票计 应用账款的存货 他们有个占销售的百分比 那这个占销售百分比 怎么算出来的呢 那就相当于是 用我们这些金额怎么样 分别除以这个 20年的销售收入 算出一个占比来 那这边呢 同样道理 这是有个应付账款 和应付票据 他们占销售比算法一样 用他们这个金额 除以这个当年的销售收入 算出占比来 那你会发现怎么样 这个有一个地方没算是吧 没算的话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该项目跟收入 没有这个稳定的百分比关系 有稳定百分比关系的 算一下 没有的不需要算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资产占销售的 这个占比呢 是45% 然后呢 负债这块占销售占比呢 是25% 好 这些得搞清楚啊 这些搞清楚 接下来 这个B公司呢 2020年的销售额呢 为4万万元 销售净利率呢 为10% 利润的流存率呢 为40% 预计呢 2021年销售额增长率 为30% 销售净利率呢 和利润流存率呢 保持不变 那就说 和这个 20年是一样的 很要求 根据资料呢 计算这个B公司 2021年 这些项目的金额 每个项目的金额 把它测算出来 这个应该也不复杂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21年的时候 这个预计的资产总额 这个预计资产总额 包括什么呢 其中一块 就是随这个收入变化 而变化的那些资产金额 看多少 我们说随收入变化而变化 那些资产占收入比呢 是45%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乘以这个 21年的这个销售收入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 这些资产的一个 预计总额出来了 然后呢 不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 把它直接拖过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 21年的一个预计的资产总额 那接下来 那21年的时候 这个预计的负债总额呢 道理一样 我们说和这个收入 有稳定占比关系的 这些负债 我们先算出来 看看21年多少 那就是说 我们就用21年的 预计销售收入 成为一个稳定的占比关系 不就可以算出 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 那些负债的一个预计金额吗 不随这个收入变化而变化的 这些负债金额 把它直接拖过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怎么样 算出这个预计的一个负债的总额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21年的时候呢 你的内部的利润留存 内部的利润留存呢 讲的是内部的融资额了 那应该什么呀 应该是用你21年的这个预计的销售收入 然后乘上什么呢 这个预计的一个销售减利率 然后就是它的利润留存率 我们说你这个21年的这个预计的销售减利率 利润留存率 它说和20年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你的利润的留存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你预计的所有权益多少呢 预计的所有权益 应该什么 应该是你年初的这所有权益 然后再加上你的利润留存 你的利润留存不就会增加你所有权益吗 这样的话就可以算出你的预计的所有权益金额 接下来 那你的外部融资数量呢 那我们给你快捷方向式就OK了 是不是 快捷方向式什么呀 资产应该等于负债加上所有权益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肯定缺一块嘛 是不是 你用这个预计资产总额 减去预计的负债 减去这个预计的所有权益 那么差那块需要外部再筹缩资金进来 多少呢 328 OK了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测算方法 应该也不复杂 是吧 我们说高块考试就没有复杂的问题 你也不用去担心 只需要把我们这个需要让各位掌握的要点 那思路的把它理清楚了 那就足矣 哪有那么复杂呀 是吧 只是自己吓唬自己 咱们可以去复杂的 咱们可以去复杂的 我可以去复杂的 但是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